台股F4台積電鴻海聯發科廣達全面回穩 中場台股上漲156點 成交量卻縮到只有3000億元 大家在怕什麼? 新聞說景氣軟著陸 美債將重演1995年大拋售 美債ETF又有新的利空嗎? 今天節目你一定要看 人者無敵勇者不拒財富零距離 趕快歡迎我們最溫暖的大人哥 陳坤仁分析師 大哥你好 德宇好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0月25號星期五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 可能年紀比較長的人會有印象 以前這個叫做光復節 所以現在報紙上說 不知道今天台股會不會上演所謂的光復行情 台股今天是上漲了155點 收在23348點 但是成交量只有304億 到底這個行情有沒有光復呢? 趕快進入今天節目重點了 F4 AI都穩哦 但是量能急缩市場在怕什麼呢? 景氣軟著陸 美債ETF會重演1995年的大拋售嗎? Tesla暴漲了22% 但是它的售貴股卻是下跌的 避免追高殺低 大人哥教你來盯緊這個指標囉 哇雖然現在才10月份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那個學人他就不見了 那個人他就不見了 大人哥 大盤的量今天一口氣少了650多億 大家已經提前去過週末了嗎? 這個人都不見了 還是說他們有看到什麼恐怖的事情啊? 大人哥 還是過了耶誕節 太冷了吧 對啊太冷了 來來來來給你看一下 今天台股中場上漲 還不錯欸 155點 對啊 但是你看成交量 3,051 對啊 反彈量說市場在怕 在擔心什麼勒? 可是你會看到今天又這種貓貓蟲的行情有沒有 跟台積電有關 是的 來22330的台積電 還不錯啊 對啊 雖然你有台積電的人 如果你之前有追在1100塊的人 你會覺得 有什麼又法說會才去做追高的那種動作 我不想當學長 對 是啊 但是我跟你說 反應明年獲利的20倍本益比 你就應該要看到1300塊啊 但是我也說過了 不是我喊300塊 他就馬上會到的 因為他在往上漲的過程之中 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黑手倒倒倒倒 對 然後當台股在下跌的時候 黑手在買買買買買的時候 我告訴你 那個到的人變成外資 所以外資跟黑手依然在台積電這邊 做上下騎手 一直跟大家講過的 不過今天的F4都很棒 台積電穩的 然後鴻海是 2、3、1、7 鴻海是漲的 漲2% 漲2%對於這種大牛股來說 算不錯的 對 發哥呢 對我也說過他就225 自己參考一下目標價 但是不是馬上喊 就馬上一定要到 因為他都是用投資價值的方式 來去做一個評估 發哥 3.5%也不錯 對 然後還有是廣達 廣達 也很穩有沒有 1.6% 對 所以今天的四大全資股 讓今天的台股上漲了155 156點 那成交量比較偏縮的原因 剛剛我們在前半段的時候 得於在跟大家講今天的重點的時候 相信你一定看到什麼 1995美債大拋售 新聞今天很大條 你有美債的人你會嚇到挫到 會 會不會我賣的最慢跑的最晚 很擔心 大家很擔心這件事 德語是獲利了結的 如果你沒有在前一波 去做獲利了結動作的話 你最近可能回成本 如果追高的人的話 現在目前應該還是套 不過應該套在10%之內 我相信現在目前的走勢 大方向而言是這樣子的 那美債我待會再說 但是我要先給你看一個東西 是下個禮拜的全球 和我們自己台股 跟一些重要的一些訊號 當然毫無意外的 在美國那邊的相關的政經 依然是干擾著現在目前的台股的部分 可以先回到數字開始 因為我覺得你要先看懂數字 甚至你要看得更遠的時候 你還可以知道說現在目前的行情 到底會走向哪一個方向來 這個是下個禮拜 你看這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很多財報 有夠而且還重的 重量級的財報都出來了 對 誰 Google 對從禮拜三開始 Google 超微 AMD 然後禮拜四的話 微軟 對 禮拜五的話還有 蘋果 Intel 亞馬遜 是 然後你看禮拜二的話 還有蘋果AI 千呼萬喚總算要出來了 它這個應該是英文版的 是 中文版還沒有 所以如果你有iPhone16中文版手機的朋友的話 要等一等 等明年 因為中文版還沒有 那我們自己台股的相關的法說會的部分 你看為什麼今天的聯發科 趕開始發動了 因為它的天璣9400已經開始賣出來了 然後它下個禮拜三要開法說 是啊 而且目前看起來的這個接受度的狀況 還蠻好的 連入場那個什麼Vivo 它都敢漲價 它敢在這種平價 積海的市場裡面 用了9400就敢漲價 因為我有9400 對 它是不是看到了什麼好的方向 所以這個是下個禮拜 很重要的一些 你必須要了解到地方 所以這就是下個禮拜 大家正在關注的事情 當然還有另外一件事情是 下個禮拜開始 你就不會再聽到聯準會的官員 跟你放歌 放音 要降息一馬 還降息兩馬之類的 因為進入肩末期了 但是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要記得 雖然他們不能講話 但是請你聽懂 傳聲筒 那個神翻譯 我真的覺得他很厲害 他一定有內線 密可先生 上次他不是跟你講說 降一馬跟降兩馬變成兩難 然後來試水溫的時候 市場不擔心不害怕 你就看到鮑爾他就出來放兩馬 對 結果是利多台股美股 噴出去有沒有 所以這一次的話 我請你稍微關注一下 因為這一次有一些人在想說 會不會就不降息了 因為經濟不錯 對啊 軟著陸 然後結果美債就開始跌跌跌了 有沒有 所以待會會跟你說明說 1995那一次 有沒有很恐怖 好恐怖的話 你該怎麼去做一個應對 但是我還是要跟你講 我們的節目 我都跟你講數字 我都跟你提前 跟你分析 然後我用法人的看法 我希望你不要被市場上面的一些問題 去擔心到害怕到 去嚇到了 還記得我們前幾天有跟大家說過 很多很多的這種看法 你看這是什麼 10月23號的那一天的台股盤後 我不是說了嗎 華為的910B去拆了之後 結果發現說 怎麼有台積電代工晶片啊 然後台積電被美國調查 對 然後結果那天台積電啪的一下跌下去 我跟你說 那叫挫殺 那叫鬼故事 這有大人歌評有沒有 我可以直接在我的節目裡面下評論 我跟你說 又是一次鬼故事挫殺 台積電就是守法合規 而且他不會做這麼笨的事情啊 這都有字幕檔的 來所以你看我們23號的盤後 公佈出來之後 我們的節目公佈出來之後 這是誰 隔天的台積報紙頭條 24號的工商跟經濟的頭版頭條 都有講到台積電沒有受到商務部調查 台積電沒有出貨華為 不會那麼笨啦 台積電的生意是全球的生意 他很知道他該做什麼事情 這就是務實的護國神山正在做的事 今天25號對不對 對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 或者是有開盤的時段 看一下這個 來 好 我們有開盤的時段的 每天早上的8點鐘 我被受邀到中式的去做直播 因為徐台 是的 來看有沒有看到這個 是叫中式的logo 這個是CTV 然後我跟你說的叫做是 財經早點名 只要有開盤的早上8點鐘 我就會在中式直播 然後再把影片把它回放到 我們自己的YT頻道 這邊順便幫我自己打一個廣告 大概9點 差不多 因為我真的很希望讓大家可以在開盤之前的時間點 趕快知道一些當天的重點 所以我每天5點半都要起床 起得比機早 然後現在漸漸 昨天前天雙降了 那看起來天氣就越來越冷了 所以當你8點看到我很帥的在節目上面的時候 我其實是5點半就起床 因為我要準備這麼多的東西 現在外面天都很黑 都沒亮 然後你看經濟和皮書給你看數字 然後特斯拉財報給你看數字 對 然後10年美債殖利率給你看數字 然後這是昨天的台股盤前的財新招點名 然後我就說了 特斯拉其實昨天就大漲了11% 那個盤後 因為他是昨天盤後公佈的 對 然後結果呢 認真的粉絲們 如果你有看兩大報紙頭版頭條的話 你有沒有看到一模一樣的情況又發生了 但是他們晚了一天 整整晚了 24小時多 來這裡 特斯拉五金喜台鏈嗨 然後呢 這裡還跟你講到說 財報啦 展望啦 優於預期 然後今年交車比去年成長 然後在這裡有講到的是 茂蓮跟核大的訂單同步看竅 裡面的內容真的寫得非常完整 然後但是你看 有沒有跟你講了 特斯拉財報 營收 然後EPS 毛利率上升 然後更便宜的電動車 明年投入生產 我全部重點都幫你抓起來 對 然後今天才看到這個 然後順便再跟大家做補充 今天兩張報紙的下半段 都在跟你講星宇航空 最近很熱喔 對 今天掛牌的星宇航空 不曉得你有沒有抽到 你有沒有賺到呢 來 我跟你看一下 我自己的星宇航空是供估的 你有去抽喔 當然要啊 超難 超難啊 但是我跟你說過了 我把這個好康來分享給大家 因為我希望你真的是能夠抽的到 然後你今天能夠賺的到 那我自己的話就把分母變大了 我自己共估 這個沒關係 把幸運給大家 大家好 對 大家幸運 有賺錢最好嘛 所以我自己共估沒關係 但是我再跟你講另外一件事情 這就是你剛剛看到的 特斯拉的財報五金席 然後台連嗨裡面講到的是 茂連跟核大 那如果這樣的話 茂連跟核大今天表現應該不錯啊 衝啊 趕快買茂連跟核大 對不對 對啊 來 頭版頭條欸 公佈答案 如果你今天看到新聞報紙 經濟日報頭版頭條 買在茂連跟核大的開盤價的時候 衝啊 開盤就是最高點 對 然後茂連是直接開高走低翻黑 收盤跌7塊 核大 你看起來好像是漲的 可是你追在找盤的時候 你一樣套啊 你看報紙 你覺得你自己很認真 你自己很努力 你把兩大報紙都看完了 然後頭版頭條的股票把它買下去了 就掛在今天的最高點 因為我告訴你 我不是今天才跟你講這件事情 我們前一天就說了 對啊 因為人家是盤後財報 盤後是凌晨四五點的時候 所以我起床剛好看到他 趕快跟你做提醒 然後結果今天新聞才出來 然後你要如何去做這種個股的一些操作 看新聞做股票 好像慢慢拍 對 然後我就跟你說過了 現在的操作的重點是不追高 但是遇到鬼故事不殺低 只要一檔好的個股 他就要走他的第四季的傳統的多頭行情 所以如果回歸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覺得還是要跟大家分享好的工具 跟好的應用 所以我現在剛開始節目 剛開始的不太久的時間 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古魔力的一些重點 好 古魔力又是我自己的APP 這支APP我獨家研發 然後把好的工具 拿來分享給我們自己的家族成員 跟我們的會員 而且我們最近才剛剛更新改版完成 所以你看到的古魔力APP 它就會長成這樣子 來切畫面 就像這樣子 這是手機版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不用來做操作了 可是如果你用一般的XQ也好 或像是一般的三組也好 它就大約會是長這樣子 你這樣其實看就看得出來 有沒有 側月線上去 側月線上去 這種叫做是很強的帽連 可是換一個方向想說 你如果用月線來當作它的進場點的話 你可能會被扒得很慘 有沒有 破月線了 你停損掉了 然後結果它又站上去了 你又買回來了 結果破月線你又停損掉了 它又站上去了 就是這樣的感覺 所以你到底要看月線呢 還是要看黃色這條季線呢 那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論戰 這個我就不用特別多說明 可是回歸到我自己的古魔力的時候 我沒有給你什麼月線基線 我只有給你這個箭頭指標 因為這些箭頭指標 這個是直式版的 那假設如果你把它放橫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像這樣橫式的畫面 而且這種的K棒啊 它不是那種紅紅綠綠 我也沒有給你什麼20MA 28MA什麼幾MA的 我直接給你買進的訊號 389.5 然後這邊的話是大概450塊左右 就對延續5根的買訊之後 你就可以這樣子買 389.5你買到人 你買了450嘛 然後你450.5沒買到的人的話 你也不會在這邊去做追價啊 大哥那我問你 像我們一般看到的K棒啊 要嘛就是紅K要嘛就是黑K 為什麼你的K棒全部都是紅的 我就說過 我拜託我們資訊廠商幫我們開發的 所以這叫做是趨勢K棒 那紅色代表什麼 紅色代表的是它的波段是偏多的 這樣一個訊號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跟你說 如果你今天沒有追高貌聯的人的話 你就等它拉回 然後去測個支撐之後 再轉強的時候 自然到時候 我的古魔力就會通知你 去做進場我們的會員 先跟大家做一個這樣一個補充的條件 好 那後半段還會再跟你多說一些 這些相關很棒的一些應用 可是我覺得 已經時間已經超過15分鐘左右了 我必須要趕快來跟你提醒 你今天又有看到的新聞 而且那條很大條喔 因為最近我就說了 當我沒有講美債ETF的時候 我沒講美債的時候 要嘛就是在我的YT留言 要嘛的話就在我的Line Line 問問問問 說大哥是不是你不再看好美債 我跟你說 我看好長期的美債的報酬率 看法沒有改變 但是我也跟你說過很多次了 我不贊成你去做一個美債的價差交易 因為那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告訴你 早就已經有人預判了你的預判了 就像你覺得說 欸9月份聯準會要降息兩碼 哇趕快來買 結果你買在9月 套到現在 有沒有 有 如果有的話 我不好意思又戳到你 然後我再跟你講一個更恐怖的事情是 你今天一定有聽到一個新聞 叫做是1995年美債大拋售 對 很恐怖哦 但是我告訴你 來我們來幫大家做一個經濟學小教室 因為當時真的有美債的大拋售 當時的美債真的大跌了 可是這個大是怎麼樣一個大法來給你看 這都是數字 當時1995年 為什麼會有美債大拋售的原因 是因為當時的聯準會主席是葛林斯潘 然後他當時也跟現在目前的一個情境 是相近似的 他啟動了降息循環 有沒有看起來很像 對 然後他要做的做法的話是維持經濟文件擴張 所以他採取的叫做是預防性的降息措施 我們現在也是預防性降息 很像哦 那個背景幾乎真的是一模一樣 所以說美債大拋售這件事情的話 我有一點感覺了 然後他的過程的話是1995年的7月啟動降息 然後6個月的話只有降三次 你有沒有發現他其實是緩慢的降息的 最近也有一個聲音叫做11月要不要降啊 降一碼或者是乾脆不動 有沒有這種感覺 有根本就一模一樣 然後他的緩降息 從6%到5.25% 然後10年期的美債之律一路攀升100個基點 就是攀了1% 所以最近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然後你有沒有覺得說 那會不會大拋售啊 然後我告訴你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直接講答案 因為我希望你在禮拜五禮拜六禮拜日 看到我節目的粉絲的話 可以去了解一下我們現在跟大家分享到的一些重要的觀念 是你不要被嚇到的觀念 是法人的看法 不是新聞給你亂喊的 那會不會歷史重演 會啊 會 大拋售會重演 來啊 為什麼會 來啊你看 來來來來 他當時葛林斯班真的為經濟降溫了 然後沒有引發經濟衰退了 然後你發現說 真的有這種感覺 最近是不是你看到的經濟數據 都變得不錯了 就像最新的初領事業金 對不對 也是很好啊 昨天公布出來了 即使有什麼颶風 可是那個數字還是有預期 好 那我為什麼說會 原因就是因為 你如果用過去的歷史跟現在目前的一些相關的相關背景來說的話 它真的很像 然後你如果再看一下FedWatch降息的預期來說的話 11月降印 12月降印 然後呢明年的話大概1到3月只會降一次 然後呢6到9月甚至到10月的話只會降一次 所以那個降息真的變慢了有沒有 那變慢的這樣的情境之下的話 那美債是不是就完蛋了 來 再給你看下一張圖 然後這張圖 我不是新做的 而是我直接拿我前幾天的節目的內容拿來給你做回放的 我真的確實跟你說過了 你有美債ETF的投資朋友們的話 我一定要拜託你把我們的YT頻道把它看過一遍 因為當時的降息循環 它的債券ETF的走勢 長得是這樣子的 我給你了5次 其中有兩次是恐慌性的衰退 就是在科技泡沫那一次2001年 還有2007年 那個雷曼風暴 對啊 次貸那一次雷曼風暴那一次 它都開始先跌 然後才漲對不對 對 好再來1989 1995跟2019 我分別給你的三次叫預防性的 然後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早就跟你說了 只是我當時沒有把它一個一個拿出來點而已 你有沒有看到1995年的7月 欸 葛林斯潘降息的那個時候 就是你現在在看到的大拋售那個時間點 對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這5次裡面有3次都是一降息的時候 先跌 再漲 而且如果你去細看的話 1995年的那一次它真的跌的比較重 因為它跌了3.6% 對啊 你看 連科技泡沫連雷曼風暴都只有跌0.5% 然後其他的還大漲 然後聽起來很恐怖的那件事情的話 也大跌了3.6% 3.6%算大跌嗎 如果你最近是追在最高點最高點的人的話 你可能跌快10% 然後你如果最近才買的人 你可能會感受到 真的有跌快3%左右 可是這種的跌 我認為都叫做是一個合理的波動 因為它在反應的事情是利多開始的時候 有些人先去做獲利了結了 然後結果你去做追高了 然後接下來你看半年 甚至像是整個降息期間反而開始回穩 然後開始去做一個翻揚向上開始上漲了 而且整個降息期間過去五次以來 他們的報酬率三成多 是啊 也就表示說你如果敢 它就是只是只是叫做是一個 正常的一個降息的循環的一個必然的現象 那我也跟大家說過很多次了 美債ETF它真的不是拿來做短線交易使用的 你看我這邊 我這個31.5劃在這邊劃好久了 它有兩次假突破 一次的話是在9月份的那個 降息的時候才假突破的啊 可是讓它回測28.5那附近的00679B 它就會有一個反彈了 所以你看今天的反彈了啊 它不是大拋充很恐怖嗎 可是為什麼它要反彈 今天的債券ETF是漲的 對啊 你要看一下也可以啊 00679B 有沒有 漲1% 然後00687B 有沒有 漲也快1% 所以這就是跟你說到的 你不要追高 不要殺低 但是我也跟你講一句話說 你也不要聽那些網紅跟你吹捧之後 你就跳下去買 包括美債ETF 或者包括高股期ETF 都有一模一樣的問題 因為他們是拿業配 但是我們是靠專業 我希望你真的能夠懂 而且我也跟你說了一句話說 如果你這個時間點 不想努力的 每天在那邊漲漲跌跌 跌1%也很痛 然後就覺得很不開心 我告訴你 現在這個時間點 你跌幅只在10%之內 我跟你說 我帶你賺1根漲0百 好像就10%啦 就賺回來了 我們之前的萬潤 50%獲利了解 我們之前的像先進光或像上全 也都是50%獲利了解啊 然後上全我等一下再說 因為矽光子今天又出事 因為今天還沒跌完 然後你就發現說 其實這樣的一個情境之下的話 你要真的要好好考慮你的一些 資金資產的配置 找到對你最合適的商品去做操作 就像我說到的啊 你想要把高股息ETF 或者把債券ETF 拿來當作穩定現金流配息 OK 你是退休族 OK 因為他們的配息 就是5% 8%值利率嘛 好一點你買更低的人的話 你可以看到賺個8%應該是有 年化年化哦 然後你如果你是最近最近的的話 這個我昨天也講過啊 00940 4%多而已 對只有4%多而已 因為他這次配0.04元 然後你就發現說 當時4月1號愚人節 不管你是不是被騙的 掛牌上市 掛牌上市之後 那個10塊 現在就只來過那麼幾天而已 有啦 昙花一現啦 對 然後最近的話就是這樣子吧 你每個月好像看起來 配息領的有 但是那就是一個領到配息 不到5% 然後還賺了差價 就這樣子一個構成 然後最新最新的 因為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我給你看到那個刑事例 你會看到00939 他也要配息了 下個禮拜也要配息了 但是00939 他的息也只有5.1% 比4.9%多1% 0.2% 00939 他掛牌的時候是15塊 現在的話是14.61 那也一樣啊 還沒有回到發行價 對啊 但是我一樣的看法沒有改變 如果你是為了要中長期而言 但是940我真的不喜歡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了 他的操作就是追高殺低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像是0056 00878 00919 00929 這些品牌夠大的 然後操作夠穩健的 然後這些相關的一些 高股息ETF 可以給你穩健的配息 但問題一樣是 你最近在買這些一樣都賠錢 但是我相信這個 停 就是他的最近的一些績效的空間的話 是可控的 因為一根停板就全部賺回來 只是高股息ETF 他沒辦法一根停板 但是你操作一些比較屬於 做夢的 做帳的 然後投信任養的股票的話 他們就可以幫你把這些 行情去把它賺回來 因為他們是個股 他們可以有漲停板 對啊 所以你要還是回歸到一句話 就是你要知道 你來這個市場上面 你要賺什麼 那你不要隨便亂聽 你可以把我們的觀念 把它學回去 然後如果你真的想要跟我們一起賺的話 沒關係 忍者家族 好好的來做一個評估 那這是我們可以幫大家的地方 然後另外的話 我還是要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就是 我的YT留言板 是開放的 對啊 我有跟你說過 就是我們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一些 長期支持我們的粉絲 那粉絲這邊的話 因為我的節目 你如果剛剛聽完上半段 二十幾分鐘的內容 你就會覺得 有幫助 我希望你把它訂閱起來 甚至把它分享出去 那如果覺得有幫助 但是好難懂 沒關係 還是很多問題 沒關係 問題多 嗯 留言板留起來 那你在那邊留言板 是你幫自己 你也幫別人 因為你放在上面的話 別人也可以看到這個問題 然後我在上面回答問題的時候 我還會拿來做節目上面的一些解析 但是如果你 不好意思 在上面看到你的名字的話 沒關係 你害羞你就把我的Line 加起來 把它加起來 因為你Line跟我是私訊一對一 但是呢 我就不一定會把它拿來節目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你看你要不要 如果願意的話 就用YT 不敢 不好意思 害羞就用Line 你知道我們有粉絲很可愛喔 他就先在我們的YT頻道下方留言區留言 然後之後呢 大人哥就把他的留言 拿來我們的節目當中 就是當範例 然後結果呢 他又留言 他說 好棒喔 我在大人哥的節目上面 看到我 我在這裡讓你感覺 我上節目了 真的我們的粉絲很可愛 然後我就說了 好 所以我昨天其實就講過 因為其實我昨天 自己忘記的時間 昨天我以為是禮拜五 所以我昨天就加碼 才講了訊心 然後去講了矽光子 去講那個領頭羊的觀念有沒有 底下好多人說今天星期四 然後下面就說星期四加一 對對對 參考一下 參考一下 所以這 謝謝大家支持啦 對對對 所以來來回來到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訊心這件事情 我跟你說過了 請你在挑股票的時候 這個是3450的聯軍 對 我為什麼看這個族群 原因是因為這個族群是 台積電報的名牌有沒有 這是CPU族群 對 然後我也為什麼要特別說一下 聯軍的原因是因為 如果你用今天的成交金額 來去做排序的話 這前十名 對啊 台積電 偽創AI很棒 偽創漸回穩了 然後這裡還有紅海發哥 結果你竟然看到 聯軍 竟然連聯軍都出來了 而且我告訴你 他聯軍他真的就是這一波的領頭羊 矽光子 CPU 看聯軍 還有看我們家的上權 但是我已經獲利了結掉了 聯軍我沒有做 但是他真的棒 因為你看 一底比一底高 一底比一底高 然後創高 但是你看到台積電法術會的時候 他就利多實現拉回下來 所以這就是叫你不要追高的一個重點 來 聯軍的走法叫做是最強勢的領頭羊 所以當聯軍再去做一個回檔修正的時候 3363的上權 下個禮拜他解禁了 然後他的股價也是一樣 創下了新高有沒有 這種都是歷史新高 叫做是領頭羊的走法 從二十幾塊到258塊 對 這個就是 我們那時候 對很強 我們那時候還沒有做到他 我們是最近 台積電在報名牌的時候 我們才發現他 我們才做他才賺他的 已經脫離了結了 我講過很多次 回來到這邊 上權跟聯軍都有創下了歷史新高 所以他們兩隻就是領頭羊 可是有那種看到上權看到聯軍不敢追的人 新聞就跟你說 你就買落後補漲的 因為這些股票他們也都有矽光子的題材 同一個族群 比方說 就是粉絲問的 訊心 結果你有沒有發現 他昨天跌停 10月24號的時候跌停 對 人家在修正他在跌停 然後人家在繼續跌的時候 他還在跌2.82% 所以兩天就跌掉快15% 13% 這個就是你看到的落後補漲股的觀念 所以我的節目有一些想法是法人的看法 那你或許不敢買 沒關係 我帶你買好的股票 不是追那種落後補漲 然後才去找那種跌升反彈 那種真的比較辛苦一點 就像是人家在講那個什麼 面板集散出型封裝的時候 如果你挑到的是群創 我會覺得那很可惜 因為群創 他只是賣廠房而已 他的技術就算有 他也是一隻很大隻的大牛骨 那很難 那很難跟著台積電一起成長 你應該看到的是一些比較屬於 有富爸爸富家去做挹注的那種 你看著鴻海找到的是有威科 你看著中鋼 你應該找到的是新科這種的有沒有 富二代 對啊 這才會漲 好不好 這個觀念一樣跟你說一下 那當然如果以現在目前的行情來說的話 震盪真的是必然 上半段我們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下個禮拜有一堆的重量級的財報 我們自己的重量級的法縮 然後還有準備要降一碼或降兩碼 還有一堆的經濟數據 經濟數據的部分的話 就變成是現階段大家正在關注的重點 然後在行情在輪動的過程之中 或者你需要去做一些避險操作的時候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請你把我們的期貨的部分 也把它看起來 你或許沒有在做操作期貨 沒有關係 學起來也可以 你可以判斷方向 對那如果你有遭做期貨的話 我也恭喜你 因為現階段真的是做期貨 非常好的一個時間點 有股票的人用期貨來去做避險 沒有股票的人或者純做期貨的人 你可以用期貨來做投機 因為它是一個槓桿交易 它是一個當沖或波段都很好操作的商品 或者你用訊號或用指標來研判行情的轉折 也都非常非常棒 上個禮拜我又要說台積電了 台積電法術會隔天是不是垃圾盤 對 垃圾的時候全市場在很開心說 哇台積電又衝上去的時候 我再跟你講什麼 背禮 你媽 這裡 10月18號禮拜五 就是法術會的後一天 台股原本大漲了600多 最後收盤收漲了433的那天 我就跟你說過了 23713有一個背禮的訊號 那背禮訊號 原因是因為當時的期貨就沒再創高了 所以有人在偷賣 對啊 你空下去之後 你到現在目前為止 你應該都賺錢 當然如果你是做當衝的人的話 你當天就可以賺5萬塊 所以這個就是 期貨的好用的地方 最近這幾天我們的聚保期 做空也可以賺錢 然後賺多少都是行情給我們的 這個禮拜一 然後禮拜二小費8到 然後我們就說沒關係 再賺回來 結果禮拜三就賺到了 然後昨天禮拜四 也是一樣小賺賠的一個部分 今天就做多單 就賺錢了 你會發現真的很靈活 多空都可以做 是 因為這就是我們的商品 它的好用的地方 那這就是我們的市場 給我們要賺多少 我就把它賺起來 不要客氣嘛 好不好 那我也跟你講過很多次 就是現在的法人 他或者一些比較屬於短線當衝客 他們早就已經不是你看著手機 然後去下單 或者看著新聞去下單 就這樣一個方式了 他們早就已經在運用 像我們剛剛看到的是聚寶期 對 或者是股魔力 他們甚至還有自動下單 你知道嗎 因為那自動下單 已經把程式都寫好在裡面 然後自己去追 然後自己去殺 然後自己很重要的停損停利 你如果做不到這樣的紀律的話 我請你退出這個市場 如果你要需要一些好用的工具 來去做一個依靠 來給你更多有效的一些 買賣點的操作的話 全股也是啊 期貨也是啊 你就把聚寶型拿回去用 把股魔力帶回去 股魔力把它帶回去用 對啊 我剛剛前面不是有講了嗎 像那個茂蓮 你怎麼樣都不應該追在 看到報紙的時候 對 你怎麼樣都應該要逢低先買好 讓市場幫你幫我們抬轎 然後這個 就是股魔力 你現在看到的 輕鬆用的兩步驟 就是放到幾十多 然後反正你聽到什麼 親朋好友跟你講的 通通放進去 讓股魔力幫你檢驗 對啊 就像你看 我昨天前天我不是有講嗎 投信投分比 這也是中視頻道的內容啊 你看我就幫大家挑出來一檔 就是那個靈光嘛 然後結果昨天就漲停板 對 昨天漲停板的時候 我還特別跟你提醒 在今天又跟你講一次 10月25號的財經早點名 我說 但不要追高買啊 因為我們的股魔力早就已經在9月份的時候 挑出來給我們的家族成員了 提早一個月耶 對啊 所以你看這邊 今天這是今天10月25號的大量上影線 又被短線客玩壞掉了 他們收腳很快的 他盤中其實衝到快漲停耶 對 結果收了一個這麼長的上影線 哇 這麼討厭的大量 這麼討厭的大量 所以這就是 行情真的是好的 來給你看一下靈光 靈光 這就是早買早享受 整個波段從9月份的話 你應該可以賺1倍 半倍 然後最近的話 你至少也可以賺 差不多14-15%左右 可是如果你是今天才看到投信買進去 然後才去做追價的話 可能比較辛苦了 又套在短線上面高點 所以講過很多次了 那最後我再聽我苦口薄心一句話 因為你真的很有可能在禮拜五六日這三天 才看到我們的節目 喜歡我們節目把它訂閱起來 然後如果對你有幫助的話 真的把它分享出去 那台股目前為止 真的沒有基本面的問題 它的問題一直以來都是 投資人你 追高殺低 對在做這種動作 追高殺低 那要避免追高殺低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股魔力 透過我們的聚表期 或者透過我們的忍者家族團隊 找到那個最好最低的買賣點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行情的部分會幫我們 會幫我們一檔一檔把它賺起來 因為我認為 忘記行情跟作夢行情 跟做賬行情是依然在持續中的 好好把第四季 這個最好賺的一段行情 把它賺起來 以上就分享給大家 邀請大家可以立刻掃描 螢幕上的QR Code 或者輸入我們的LINEID 小老鼠DA REN888 小老鼠DA REN888 如果你想要擁有我們非常好用的工具 古魔力聚寶旗 都可以透過忍者無敵 LINE粉絲團直接私訊大人哥 當然也邀請大家 可以跟著大人哥 我們一起掌握第四季的 忘記行情 作詐行情 作夢行情 我們一檔一檔給它賺起來 感謝你的收看 也再次謝謝最溫暖的大人哥 陳坤仁分析師 謝謝大人哥 謝謝 喜歡我的影片 請按讚訂閱分享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上片通知哦 要獲得最及時的獨家標股分享 和最專業的法人操盤策略 請加入我的LINE粉絲團 ID是小老鼠DA REN888 摩爾證券投顧 0800668085 本公司與所推介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請按讚